好了 鄉親 繼續來看高雄的風山 有一個樹立的土營中心 給家長來檢舉 液台幼稚園 社會教把最近一禮拜的禁止期 調出來看 發現兩個土幼稚園 把七個幼稚園打 再來黏臉 所以明明這間土營中心 停辦三個月 兩個土幼稚園 告發十二萬 就家長說不怪 說孩子的臉到暗棍 最近都有空嘴 懷疑也是去保幼稚園 不敢再給孩子 送到這裡囉 早早大人帶孩子來 對著土營中心發生孤獨的行為 這個母子如果說 決定不再送來了 懷疑孩子回去的時候 民家幸福的鄉 也是被孤獨的 風山這件樹立的土營中心 家長檢舉說有孤獨的行為 肯定是小海局隨意去挑戰 我們去調閱這個多漁人員 他照顧的這一週的一些照顧的監視器 在多漁人的照顧上 譬如說有捏臉 那這個拍背 還有就是拍屁股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這些有些方... 有些情緒其實是相當的粗魯 蕭蕭教表示說 為鑑識的外面中 靠近兩位 陸入人員 對親戚有黏臉和爬的行為 違反以小法國法十二萬 也強制的特行動心 為十一月請一期 停辦三個月 並且強制特行動心 准公共華的合作客用 如果有幾個 會法三萬到三十萬 不過對家庭來說 對孩子造成的傷害 不然辛苦 要有心理的營養 只強制的需要很久的時間 照顧飛鳳